雅歌第二章 我是沙伦平原的水仙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 我欢欢喜喜地坐在她的蕴下 她的果子香甜和我口味 她带我进入酒市 含情默默地望着我 求你们用葡萄饼增补我力 用苹果恢复我的精神 因为我因爱成病 她的左手托住我的头 她的右手拥抱着我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田野的羚羊 母鹿恳求你们 不要惊动她 不要挑起她的爱情 等她自发吧 听啊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她串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像羚羊 像小鹿 看啊 她站在我们的墙后 从窗口观看 从窗格往里面探视 我的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啊 你起来吧 我的家利亚 你来吧 因为冬天已过 雨水止息 已经过去了 地上百花齐放 百鸟齐鸣的时候 已经来到 斑鸟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五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发香 我的家偶啊 你起来吧 我的家利啊 你来吧 我的鸽子啊 在岩石的穴中 在悬崖石的隐秘处 让我看看你的容貌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甜美 你的容貌秀丽 要为我们捉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园 正在开花 我的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细赏 我的良人啊 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消逝的时候 愿你归来 好像崎岖山上的羚羊 或是小鹿 我会有点兴谢 二十五